那我们这个四肢能够看的就是形象 然后看不到那个乙 四肢不见 名叫乙 那个乙就是义 容易的那个义 这个乙就是义 我们那个义经 那个不义的义 义经各位有研究过吗 没有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所以我们了解说义经它本来有三个大的纲要 一个就是不义 一个就是变异 一个就是交易 有三个 那我们现在研究了 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第二个 那个变异研究 也就是六十四肢 那个阴阳 我们在讲八卦 实以那个变异 那个不义 那个不义 各位先生 很多人都讲 不义的都没变 不用研究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倒是要投入研究 这个不义 就是不变的 不变的才重要 不变的才重要 那个再变的 我们不要研究 为什么 你不用研究 它就在变了 你的研究 你带它没得到 你带它变 带它没得到 你研究得不清楚 它又变了 听到你又带 它又变了 所以你英文就对不到 所以那个不义的 我们要研究 所以这个 四肢不可见 名言语 语就是义 义就是不义 那个义经 不变的义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大义 就是我们不变的 那个义里面的 那个往相 没有形象的相 所以我们了解到 这个凡尘可以看见的 就是形象 那不可以看见的 就是道 不可以看见的 就是佛性本体 那可以看见的相 我们导师也不用太研究 它都会一直在 无常变化之中 那没有形象的 那个 老师我们要投入 这个精神时间来研究 所以 这个只要 我们肯用心的话 都可以见到这个道 那个 老子也有讲 那个一段 就是我们要见到的 怎么样来见到 他讲说 内观其心 心有其心 然后 外观其物 物有其 然后 外观其形 行有其形 眼观其物 物有其物 然后呢 这个 唯见以空 是不是这样 三者既无 唯见以空 三者既无 唯见以空 观空 意空 空空既无 五五亦无 五五既无 暂然长急 亦起能生 亦起能生 亦起不生 亦起能生 亦起不生 亦是真净 真常应物 常清常境 常清静 是不是这样 这个也是 老子他所说的 清静经里面的一段 所以从内观其心 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来观自己的心 内观其心 心无其心 就是看不到我们的心 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吗 看不到 可是我们可以感觉 可以领悟 所以老主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他还不是要我们直接就见到 那个不生不寐的那个真心 导致我们生活之中的 是一些所用的心 我们去看 那我们去观 内观其心 心无 就是没有这个心 然后这个外观其心 看外面的形象 行无其心 就是因缘忌惠 才有万物 万物都是因缘忌惠 远忌惩生 远善救命 所以外面的形象 也都是假的 所以没有 然后眼观其物 我们来看三额大地 整个三额大地 一样都是我们真心 所呈现的 所呈现的 三者都没有 不管是心 不管是弦 不管是物 三个都没有 那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三个都没有 那我们要观什么 我们要观什么 导致获写之前 有讲过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这个 我们的心跟所有景象 心静一如 有没有讲过 心静一如 然后不患思为 但不慈善 积之岁月 而不心开 为之游也 有没有 心跟静一如 就是整个静 就是我们的心 那个是走路真心 不是老子在讲的 那个视心 这个地方已经就是真心 心跟静一如 整个静也是我们的心 静跟心 就是不要分泌 心静一如 然后不患思为 我们不去患道思为 就是不用我们的头脑去想 不患思为 已经都不想了 但不慈善 心跟静一如 这一种状态 不要让它散开 但不慈善 然后要积之岁月 岁月要累积 而不心开 这个心开 就是我们整个心 真空妙有 跟整个虚空 宇宙合成一体 而不心开 为之游也 就绝对心开 这样了解意思吗 是有一点 比较深一点 是我们要去做 因为我们的分泌心 太强烈 分泌心太强烈 我们在凡尘 就会有得失 就会有取舍 这样的话 都是在对待里面 那我们一走路到心静一如 那已经都没有对待 没有对待 没有分泌 那个就很容易进入 我们那个 不生不灭 那个佛性本体的 就很容易进入 所以这个心静一如 不患思维 就不能去失守 不能去想 去想的话 就落入分泌心 不要想 没有分泌心 没有分泌心 心跟静一如 就把那个相对待的 已经都合成一起 就是已经没有能守 能守双鸣 各位还记得吗 能守双鸣 能守是什么 四相 还记得吗 我们讲四相的时候 不是讲能守吗 因为讲说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名词不容易了解 或许就用能守来说 说我能看 这个能看的就是我相 一定我守看 有能看就有守看 那个守看就是人相 守看差别重生 不是只有看一个东西 很多 那个叫众生相 那我连续不断地看 叫受者相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落入能守 就是生命 就是四相 我能听 能听的就是我相 一定有守听 守听又是很多 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们了解说 不同的声音 那个叫众生相 守听是人相 能听是我相 然后联系不断地听 叫受者相 这样了解吗 只要落入能守 都是这个样子 我能够做 那个能做的就是我相 一定有守做 你守做不是只有一个事情 很多事情 那个叫众生相 然后联系不断地做 叫受者相 这样懂意思吗 以后我们再讲四相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说 原来是中间的差别 里面 我们在生活里面 生活之中的差别 这样了解吗 有点迷惑 所以真理就是要听手 要熏悉 不会一下子 就很透彻了解 尤其各位听那个金刚经 第五篇的后面 在讲那个 东方西空可思量 那一段 各位就可以了解说 西空无相 西空之间是一个 没有形象 没有 可是我们把这一个西空 把它瓜分 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上下 变成十个 十个名词 本来它一个 一个里面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十个名词 现在已经 我们把它固定了 对不 当就是当你 不可以说 你如果说 说你 太阳问题 对不 我们把它固定化 所以了解 西空没有形象 可是现在已经被我们 明跟象 都把它固定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一个 那个是原始状态 现在有明有象 是漏入形象以后才呈现 漏入形象呈现 这个都短暂 它还会归到 整个都空 是不是只有一个 这样了解吗 百年前没有我们 百年后也没有我们 对不对 我们一百年后 我们有在这里吗 没有 对不对 都过空了 是不是整个都是空 所以我们就是 在生活之中了解说 原来我们的原始状态 就是一个空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 有了以后 我们都执着明跟执着象 都把它固定化 固定化 现在跟我们 口气没来 又没去 它也又整空 你固定那里 整地 够对吗 是不是都已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 要不要固执 我们越研究越来越知道 不必顾及 这都够 都一直在变化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假的 在一个真空之中 我们把它分很多明 很多项 已经都把它固定化 可是它不受你固定的 它一直在无常变化 那我们了解说 原来这个都是无常变化 那我们都不用固执 不用固执 要灵活 把那个整个 我们那个佛性的光明 都整个呈现 很灵活的 所以我们在固执 我们研究真理以后 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作为 顾不顾止 有一点 那往后要不要顾止 可以开放的 对不对 生活都越宽广了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在思想领域 是在我们行为的 那个所有的作为之中 我们整个都不一样 甚至于人与人间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也不一样了 是不是 都不会固执 看人不对 我们也会原谅他 因为他的角度 跟我们看的角度不同而已 所以 那个就容易相处 所以我们研究 对我们帮助都很大 了解说 原来凡成一切 虚幻不实在 都是假的 不真 真的就只有 不生不昧 佛性本体 所以要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我们佛性本体 这样我们就会 这个了解到 应该怎么样来 这个处事 怎么样来应对完成的事 所以我们从那个 老主讲那个 清静经的 那个里面的内容 了解说 老主要我们知道 这个全部都是空 都是不真 这样听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 这个世之不见 名也已 那个 就是不易 不变的 那个真理 就是我们 不生不昧 那个佛性 对 谢谢大家